今年开始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陆续传出了退休金请令 变得门槛把关越来越严了 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像是北京 山东 河南都传出有退休人员 收到通知说你们从现在开始 每年都要来跟社保局自己证明人还存活 才可以拿到你的退休金 规定是这么说 可是太过僵化的实施就出现了一些乱象 像是什么在山东青岛就有人说 他家楼上有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结果就被要求说你家属他也要把他人给我抬到社保局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亲自问话 还要用人脸辨识来确认是不是本人是不是还生存 这个退休金才会发给你 另外还有在河南郑州的贾玲敏 他说他的妈妈今年是89岁了 我们河南比较人性一点 没有说要我把妈妈一定要带到现场 可以用视讯认证的方式 可是他说过去确实没有这样状况 他是今年才收到电话 电话里头社保局就告诉他说 以后就是每年都必须要确认一次 人还是在生存的状态之下 那么如果在境外怎么办呢 则是要求在境外的一些退休人员 你要到中国在当地的大使馆去领这一份境外审查表 填好之后再由大使馆来寄生存凭证回国内的单位 那么才会来发放这些退休金 可是不是说你填完之后就可以领到 因为像是有些新疆退休人员 他们在海外从事一些维权运动 结果被抓到之后 他们的退休金也是遭到取消 那么大家就来问说 为什么现在要在退休金设这么多的门槛呢 首先来看到截至2022年 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 有10亿以上的人参加 可是今年是增加了2430万 就被认为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财政吃紧 钱发不太出来 所以才要加紧把关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继续锁定华视新闻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